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Youtube 阿贤 日小 偉大的领州 素靖恩 是 人水无过 敬我改造 一定有好人生 是哪 素靖恩爱世人 人间有爱 是哪 靖恩书院 校长 力松 来到2015年 第一次和大家见面 就是和大家讲一声 新年快乐 靖恩书院和大家讲一声新年快乐 但是今年的新年 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态是 站在哪 我相信有人很快乐 有人很悲惨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这个世界很有趣 正所谓 好事不出门 丑事传千里 通常这些好东西 除非是什么伟大 人类发明贡献 会成为世界身份之外 其他如果在你地方的好东西 很少会流传去外面的 通常是你的坏东西 就多人会讲的 尤其是如果你越黑人争 你的坏东西 就越多人去帮你宣扬开去的 踏入了2015年 第一件事 我觉得较为震撼 而是 就是某程度上来说 就是做网台 贵乎坦诚而已 某程度上来说 心良我又未至于 但是呢 我见到发生一件这样的事 我是对我们香港的希望是加多了的 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 王后世 王后世 迎接新的一年 谁知便迎接死神 垂直夜的上海外滩 人踩人惨剧发生之后 到处都是伤者 部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数以十万计的民众 垂直夜九点开始 去外滩跨年度数 迫满几条马路 到十一点多 在外滩陈毅广场 观景台楼梯附近 有人叫人迫上去 好view些 有人就向下涌 很快楼梯底部 开始有人跌倒 骨牌效应之下 一层有一层的人被压倒 上面的人就把我们推下来了 我们上不去了 然后我们整体最上面的人 一排往下倒了 全部倒下来了 跌倒的人就好像跌罗汉 被窄到呼不到气 有人吐血 臉色发青 没了呼吸 当中很多都是年轻女 但人们还不断推 持续了十多分钟 这个被窄的少女 都曾经拉着警员求救 但当终于救到她的时候 已经太迟 王后退 全靠围场上这群年轻 加上赶来的警员 最终叫停两边的人潮 王后退 有民众仲自发和民警 手拉手捉起人脸 挡住人潮 医护人员即场急救 但一切似乎已经太迟 而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间在一条马路外的 楼上高级会所酒吧 向下抛傻疑似美金的现金券 搞到人群疯抢 又有行人围观 被质疑引发人踩人 上海警方说两者无关系 截至昨晚 有36人在惨剧中遇难 包括一个台湾人 另外有47人受伤 当中十多人重伤 包括两个台湾和一个马来西亚人士 有外国传媒就形容 今次是上海市多年来 最严重的灾难事件 新的一年一踏入 就发生了一件惨剧 人踩人 我相信如果是很多地道的香港人 其实人踩人对我们来说是不陌生的 因为其实在九几年 九零年 我忘记了多少年 总之那时候我还是蒲蒲的年代 在南桂坊也出现过人踩人的事件 之后一直以来 香港就所有逢多人少少的地方 都实施人流管制 虽然我们大家都会很埋怨 有时候尤其是那些动漫展 会展有些比较大型的展览 如果去排队的话 打完蛇饼 可能排队也排两三个钟 才能进入 还有单向式人潮 就是我们香港最流行的 就是只能够往一个方向走 就是好像我们七一游行 都是这样的 封了一条路给你一回事 他就又截人 又要控制人流 各样各样 其实在控制人潮 人流方面 我觉得香港政府 算是很有经验 做得很好 挺好的 因为他硬要阻止你 他都还可以控制得到 这下是挺好的一件事 还有人数 也都是不少人 就是我们香港 譬如七一游行 都是以十万计 那些这样的 那维园 如果大家行过年宵的 也都清楚了 我们香港的人群 是比较有秩序的 最可笑的一件事 就是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 刚刚在平安夜发生 在商里面 一件事 我不管那些人贪心好 好奇好 什么都好 收钱 大家都排队 所以在香港 现在这个环境 发生一些这么混乱 没有秩序的情况 我相信都很少 但是我们也要想一件事 就是说 上海 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就是我相信 如果大家对中国 不熟悉的 都好 都会有一个概念 或者一个印象 就是觉得上海 应该在大陆来说 算是一个很文明的城市 就是北京就是首都 应该很劲 大陆之前搞过奥运会 这些东西 应该上海 这些大城市的人 的质素 应该给我们 就是跟我们 应该不相伯众之下 因为 就是我们大家 如果有听说过的 或者 有朋友是在大陆的话 都知道上海 其实消费不低 就是虽然它分了 葡东 葡西 听闻说 葡东那些 消费那些价钱 跟我们香港 甚至乎是贵的 人的质素 因为我自己本身 我都认识几个 上海大连的朋友 这样 那他们的质素 给我的感觉 都是跟其他地方 就是我认识的 譬如其他你说 湖北那些 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 他们的质素 都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么在上海 一个叫做 都对外开放的一个城市 就是其实在 建设 或者在各方面 其实都对外那个 接轨的程度 应该都是比其他的地方 是略高一点 好一点 但是仍然会发生一件事 为什么呢 就是说 第一 我觉得大陆 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大陆给我的感觉 是说 永远给我的感觉 都是一些 比较低文明的人 是会去蚕食一些 比较高文明的地方 或者城市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大陆那个地方大 但是他 人呢 他之前经过这么多 你也知道 又来斗 又成这样的东西 一路以来 又搞过什么 大跃进 又大炼缸 之后 又文化大革命 根本 他里面 就根本是七奴八商 那变了呢 他贫困的人都居多 那邓小平的意思就是 小部分人 富起来呢 就是说 有某些城市 某些省市 是重点去到发展的 那变了某一些 大的城市去发展 迅速的程度 是比農村快很多 那变了形成了一个风气 就是很多農村的农民 都会 走出去城市那里去打工 那变了 整个社会 那个分那个层次 那个阶级 就分得很鬼死 在我心目中 就分得很 那个层次 就分得很清楚的 为什么我这样说呢 就是说 一来 他们有很多谎言 那就 不似得我们 就是香港 我们香港 就比较容易去分别的 就是 广东话很纯正的 那一定是 很多都是 立刻会以为 或者是认为 认定他是一个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那好了 那其实要扮这件事 也都不是太难的 那变了 就说 所以我们是比较模糊的 就算我们的层次低一点都好 我们也都可以去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 也都不是说 十分之 就是 对我们来说 入到去 我们都能办到一些事情 就是我们那个 社会阶层那个 比较模糊的 就是如果是比较大陆来说 他们呢 因为为什么呢 本地人就是本地人 可能本地人呢 很多都是 在一些比较大的企业做 做一些民职 或者是管理层面的工作 那很多外来的民工呢 就是做一些比较低下 阶层些少的工作 例如是什么呢 就是 可能是 就是小工啊 车工啊 这些东西 或者操重东西 做事应啊 这类型的东西 那变了呢 每一个地方发达的城市呢 其实它外来人口呢 是很多很多的 那变了呢 那变了呢 过年 那外来人口呢 很多都会回回自己乡下 那但是呢 现在呢 那因为大陆 其实已经改革开放了一段时间了 那也都受到那些外国势力呢 就是 这个思想分逃了一段时间呢 那变了呢 都开始去庆祝一些 其实 外国比较 是热情热烈一些的日子了 那 那 聖诞节暂时就未被 未 未入侵得那么紧要 那但是 元旦这个日子呢 因为 其实 全世界呢 都是 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 慶祝这一日 那样 那就很鬼死或一世界性 那样 以前 慶祝 1月1号 都没有那么大型的 那么 近 近 这十几二十年呢 那 他的改革开放得太重要 那变了 吸收了很多的 外国文化呢 就开始兴起倒数 这些东西了 那好了 那其实 元旦呢 在国内来说呢 就只有两日假 还是不知多少日假 那这样 那变了呢 也都 大家是 习惯了呢 就是说会农历新年呢 才会一起回到家乡 去到 去到 团年 那变了 在这些 又不用回家乡 又有一两日假的日子呢 就全部 很多时的民工呢 就会约了在某一个地方 或者会全部都出来 去聚会的了 那就是等于我们 香港地 那些印庸 那些飞庸 在假期 他都会找一个地方去聚会 那但是我们香港人 一向 就是整个社会的气氛呢 都有秩序一点的 因为我们香港 你很有趣的嘛 你没有秩序呢 是会被歧视的 而在大陆 你有秩序呢 是被人笑个按钩的 那我们看到 整件事的发展 发生的情况 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其实没有什么胃的 那之前 在片中也有说过 就说 那些五毛又说 那些外国势力 找一些 疑似美金的东西 引到我们骚乱 那这样 那这样一会儿我可以讲讲 那终于发觉 原来不是啦 只不过是一个很简单的 只不过是 有一班人想向上走 有一班人想向下走 那大家在互不离样的情况下 就让成了这个惨剧 那这样 那变了呢 第一 让我感觉到呢 其实就是说 国内 大家可以很清楚理解到 其实他那个国民质素呢 其实都还是很低的 是低得很紧要的 那所以呢 其实是很容易呢 就令到他自己内部呢 就会有成为大损耗的 那第二呢 就是说 那件事呢 就是跟刚才说 扔了美金下来 令到人起控呢 就令到 又说外国势力搞事 这又路这样 那样 那很坦白了 那大家有一个这样的联想 联想到下去呢 其实就是说给大家听呢 原来大家的眼中呢 中国人 在一些这样的情况下呢 是很容易 用些小东西呢 就可以令到他们起控的 那这件事呢 其实大家是要记住的 就是我无论 你爱国的人也好 这期很流行说爱国啦 你是一个爱国的人也好 你觉得他是你对家 你要对付他也好 其实这一点 我觉得大家是要好好去记住 是可以加以利用的 就是中国人这个特性是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呢 我就觉得是少人谈论些 不过我都想拿他来讲一讲 其实就跟一个这个人踩人差不多的 那这个就没有片啦 我就只有一幅相片 这样给大家看一看 那大家看到一幅相片里面呢 就是一个 我们很明显看到一个 我们说的撩头 那样的东西 什么叫撩头呢 就是一个北方的大陆人 那样的 那我相信如果大家呢 有在香港呢 去过某大牌当吃饭呢 都知道那里喝酒呢 都是用碗喝的 但是途中这个 看到那只碗呢 就比我们去那个大牌当喝的那些碗呢 就大了 我想就四五倍 那我们去喝 我们平时那只叫战斗碗呢 就是一只饭碗 那而图片中看到这个 大陆人拿着那只碗呢 就是一只汤碗 那好了 那他们为什么会给这张照片 大家看呢 原来就是说 我觉得大陆 很有趣 因为它是刚刚 叫做 起飞得很快 那就变了 其实在国内 或者在大陆呢 其实普遍来说 在所有人的心目中呢 他都有 就是现在出来 你看到他们财大气粗一回事 但是其实在普遍的大陆人 的心目中里面呢 都是崇洋眉外的 就是这个东西呢 就是 心照了 就是很坦白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外国很多东西是 没得谈的 他又真是比我们优秀的 那所以呢 我们大陆人呢 现在发达起来 就是不是个思想啊 是个银包发达起来呢 就想急起直追 就类似以前那些超英赶美 那套这样的想法 就是不顾一切地去到追逐这种的世界潮流也好 这种的世界文化也好 的各样那种东西 那好像之前呢 在Facebook大家有一个叫兵桶的挑战 那这样 那这一件事呢 就整 搞到全球性啦 那又令到呢 就很多 明星啦 甚至乎国内的单位明星啦 也都有去参与这件事啦 就是一件 啊 好像很威威的事 那大陆人最擅长的是什么呢 他又学一点 不学一点的 好的不学 坏的学了 就是甚至乎 学了你这些东西回来呢 他就令到他呢 就本来有一件好事 又变成坏事 那这幅图片是什么呢 就是说原来现在呢 就开始在大陆流行一些什么呢 在大陆的论坛啊 大家 甚至乎在这个WeChat啊 那里呢 就叫做网络斗走 那又类似这个冰桶挑战那样 那但是他就完全就没有冰桶那一只的 做善事啊 尤其他没有这些这样的东西 只不过纯粹一个呢 我觉得是一个大陆人 或者中国人呢 最喜欢做的一样东西呢 就是跟别人斗呢 那开头呢 就是可能是一斤白酒 就是因为他开头引起了些什么呢 就是 十二月二十号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年轻 一口气喝了一斤白酒 那一斤白酒就 其实都挺多一下的了 因为你打一瓶那些 我都不知道是多少量的 多少量的那些 那一斤白酒其实都挺多一下 我想整支那样的那些 那开始呢 就在一个网上很传 传传一下呢 短短几日呢 就开始 你也知道这些东西了 大陆人呢 最要说什么呢 就是由上而下都是这样的了 就是说个面子 你挑战我 喝酒而已嘛 我一定跟你死过的 那好了 接着之后呢 由一开始喝一斤呢 慢慢呢 喝下喝下呢 就变了喝两斤 三斤 甚至乎去到五斤 而这些酒的品种呢 开头呢 就是喝一些低度一点的 的酒而已 谁不知喝下喝下 就变了喝到成五十八度啊 那些这样的 喝越厉害了 那好了 这一样东西呢 其实大家如果你说 有些少的常识的 你都明白到了 在短时间内 突然之间 喝这么多高龙度的酒精 在人体里面呢 是随时会死人的 那我不 就是我相信 在听着节目的 各位 应该都大概会有 这个的知识 有这个概念 知道酒是可以喝 不过不是这样 丧饮法 好了 而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如果真的接受到这个 就是接这个挑战的话呢 我相信 有些当然是会受不了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都 误狗 吃5斤 你怎么会瘋的 是不是 5斤 我用来洗澡 我也嫌会醉 还要喝 我相信很多比較有智慧一些,或者是頭腦清晰一些的人,都不會去參與這件事,但是國內就玩得很火紅火綠了, 還有一些你都知道,大陸人懷疑的東西很有趣,好像我剛才說的,為面是一樣東西,有些是要為一個實力,要告訴周圍的人,我可以喝的這些實力,或者他們正在追求一種就是大佬好東西的這種東西,就是你都知道國內很流行,有些網絡流傳得很重要的那些視頻那些, 就會封了這個主角做些什麼東西,四斤歌、五斤歌,這些什麼一口清,這些這樣的的朵,那很多人原來是為了這個朵的,那我經常在節目上跟大家說過,香港也有很多人沉迷在Facebook的這個like的數目裡面,很多人都會被這些like,很多人都會影響到這樣 好了,我們大家看一下,我剛才都講過的東西,無論你愛國也好,你敵國也好,大陸原來那些人的文字水平呢,其實仍然是維持在這個水平而已, 那所以呢,我經常都講一件事就是說,抗爭要跟它去鬥,或者去什麼成這樣,首先這個立場呢,我很想釐清一件事就是說,譬如在接觸社運,可能我都有幾年的時間,但是我又並不是很前線啦, 但是也有聽一下這些消息,或者看一下這方面的資料,那我發覺呢,就有現在,尤其是現在這一刻的香港的環境呢,其實就很死定立場鮮明了呢,就分了是怎麼樣呢,就有一幫人呢,就很覺得,很需要 就是要這個的獨立,就是宣揚著本土的意識,就說香港要獨立才有運行的啦,這樣 那另外一幫呢,就是,其實找多少我就閃的啦,找夠我就閃的啦,這樣 另外,另外有一些呢,其實都還是,真真正正真心,覺得,國家是有希望的,之前就說要啟蒙我們,再啟蒙我們基本法,現在就是,有很多人呢,就覺得我們能夠啟蒙到大陸的同胞, 然後,令到他們的文字呢,由這樣的環境呢,一聲就變到,好像我們這個質素那樣,那,那,即是,坦白說,不是說有沒有人性,或者什麼成,其實,大家覺得有沒有可能呢,即是,其實就心狠照的,好話不好聽,因為即是,我經常講的一件事,要國家有得改變呢, 就並不是用年去計算的,是用代去計算的,因為即是,有得今時今日呢,就飛,即是成魔呢,就飛一日半日的時間的,即是在我心目中就是說,是不斷以來,是令到他們這樣,而我們現在要去交化它,是談何容易的一件事呢,這樣 那,好了,我經常會覺得一件事就是說,大家都經常講一件事,泛民和理非非,沒有人用的,好了,而在我的立場呢,我也覺得和理非非真的沒有人用的,但是你說勇武,是不是真的這麼見效呢,我也都有所保留,為什麼呢,下一節呢,我就會跟大家討論一下這個香港人的心態,討論完呢,大家可能都會有我這樣的想法,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現在的交著狀態呢,就是說,我們一直以來所想的東西呢,那個方向呢,都是錯了,有一幫人要反咎它,但是也都沒有一個具體的方式啦,就是,就是,槍炮又都沒有多支,個個又怕死, 屌你,你怎麼說是嗎,好了,要交化它的,要感動它的,要令到它覺醒的,其實你可以有一個這樣的想法,不過我絕對相信呢,就並不是一時三刻能夠做到的事情,它只不過覺醒了是些什麼東西呢,在我心目中就初步覺醒, 啊,就是令到它真心,真心交那幫人,真心大中華交,覺得,嗯,嗯,國家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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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有轉變的,拯救它那幫呢,噗,一聲變了,國家真是沒得救的了,屌你,我都是穩著著著手走的,就是你只能夠令到它這一幫人變成這樣的,在我心目中有,並不能夠令到它們突然之間都站在,在你那方面呢,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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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剷除,剷除這個眼中的,是沒可能的,那所以在,在我的立場呢,就是說, 就是說,其實,現在如果以我們的力量,無論我們組織任何運動,無論我們組織任何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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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什麼事件都好,對它那個影響呢,其實是不大,只不過是多了一些很麻煩的東西,要它解決這樣,那當然啦,這方面也就,我就是不是說大家完全什麼都不要做啦,那問題就是說,可以從多一個, 在國度方面去想一下一件事情呢,就是說,原來大陸人,普遍來說,那就是有知識,有智慧的人當然多啦,那但是原來普遍來說呢,都是這一些,敢上下文字的人來的而已,那國家呢,有一個中宣部,那他們做的事情是什麼呢,就是說用很多手段啦,例如電視節目啊,或者所有的宣傳的渠道媒體呢,就去到令到人民,那個思想方式, 那些方向呢,大致上都是向著國家所設定的方向去做那樣,那好了,那我經常覺得呢, 大陸人給我的感覺呢,學好東西呢,他們是很難的,但是學壞東西呢,他們是很快的,那試幻想一下啦,大陸有十幾億人,其實如果教壞到他, 就是,我不是指教他們貪污啊,什麼什麼的那些,是,只要煽動到,或者,就是不要說煽動啦,只要將,我們灌輸, 對於,概念那種方式,調一調轉,就是是不是我們要硬塞一些,我們的民主意識給他們,他們就會覺醒呢, 還是,我們要設一個局,讓這班這樣的漁民,進了局,夾了他們上船,上了馬,被迫著,讓他們不能回頭,而被利用呢, 就是,我知道我這樣說完,很多人又會批評我的思想啊,怎樣怎樣怎樣,但是,反而在我心目中呢,這個對我來講呢,是最有效的一個,要令到他們改變的方法, 因為外部來講呢,就是,你也知道,個個都靠不住的,全世界都靠不住的, 現在反而反而,希望肥仔欣不能聽話,因為又傳他們兩個都好像,在這個書面上高呢, 就是,跟中國,跟這個北韓的關係呢,開始就沒有以前那麼密切,那麼好的, 那麼,你要不就看肥仔欣歸邊,這樣又很人性的,就是,本來跟著你做大哥,但是我經常被你捏著個春袋, 那麼,看看我跟第二飯,會不會有些好處,不出奇,那麼,如果是這樣呢,它都是一個頭痛的問題,那麼,希望,大家,真是個雀眼點去想一下, 原來大陸人的思考模式,他們的文字,他們的智慧水平,原來是這裡的, 那麼,用這個雀眼點,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在那裡入手,更好啦。 好,又來到香港馬照跑的時間了,等一下跑那場就是摩852贊助的九龍皇帝杯, 是一千八百米的賽事,馬上看看我今場深水的馬仔先, 我自己看好四號的帝女花,這隻長勝將軍來的,跑都贏了, 另外六號仔的馬壇新星小學雞都被人忽視,分分鐘快過豬肉佬那隻老馬, 咦,所有馬仔都入閘了,準備就緒了, 一開閘的時候,放頭的豬肉佬,跟著屁股那隻就是黃腳立, 之後就是帝女花,龍虎武師,小學雞,石油氣仔, 每隻都馬不停蹄,不容有失, 轉入這個爆炸彎,黃腳立夠繩,想由外蕩由內閃進去, 但是被龍虎武師塞住他的位,真是老馬都有火, 石油氣仔因為附綁過重,搞到大波勾, 進入直流,將有百多米的路程,豬肉佬開始發怨題, 黃腳立夠繩的聲音上來, 外蕩還有石油氣仔,小學雞的起勢追著, 龍虎武師首先衝過重點, 帝女花和石油氣仔兩隻馬叮噹馬頭,要看慢鏡才知道, 看到了,龍虎武師後勁有力地衝過重點, 石油氣仔這個第二,帝女花輸過馬比,打一個第三, 玩策略,鬥速度,靠走位, 香港馬照跑,卓上旗盤遊戲,178元一次過體驗, 馬上www.aw852.com選購吧!